以我们看过这么多选秀的经验来说 他最终一定会有几个被选出来成团的反正 结果系列 本书可主导陪伴的文艺富士reaction节目 文鸡鸡 看前先点赞 让成好习惯 期了好久了 我们又来看选秀了 又有一个选秀了吗 儿戏的选秀我们应该看了蛮多的 101嘛 303嘛 2028 对 追过俄系选秀的在弹幕刻个1 1 我为林康大旗 然后现在到2024年了嘛 是创造营亚洲 有在追这个节目的小伙伴吗 考个林 你这么想林啊 上迪丽了 我说他没有什么水花 他简直就是中国跳水代表队 一点水花都没有 他们真的都不知道他们还在办这个 因为这一届创是面向海外的嘛 中泰联合制作的 他这次的发起人士王嘉尔 导师也都是我们认识的泰国艺人 一共70名亚洲学员 然后现在已经进行到三宫了 三宫了呀 我以为我们要看初舞台 然后三宫是导师合作舞台 历年来呢三宫都应该是买新歌 哦对对就是原创音乐 但是这一次呢就没有 这么穷吗 怎么这么说呢 我也找不到其他层的 他有打头的这一环吧 他的整个环节应该还是101系的那一套 然后我们在完全不认识人的情况下 来看看三宫的这些舞台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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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首歌是What is love? TWICE 哦哦是那一首 Na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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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怎么你没有反应啊 只有他没听过啊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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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妹歌曲啊我偷爱 主演嘉宾是麦克 不然呢 哇那个 那个粉红还是白色吗 那个妹妹 对他 那个粉毛吗 那个有根 哇这组妹妹的颜值好高啊 另外几个也好看 对这个妹妹好多也好看 果然是国际吧 哇 他好好看 戴帽子都好看 他也好看 你 他理念这个 但是这个C位的妹妹就很有特 很有特点 早起来发言 这我 不不不不 我说的 我说的很有特点是 哈哈哈 I like OK 质量蛮高的呀 我的妈呀 是真的质量好高哦 哇 特好差 这个混血妹 芒菜博菜博妹妹 你看这个这个妹妹好乖哦 我说乖这个东西它不是它不是外形 能够带来的 是一种感觉 是一种气质 整体的 还有这个 哇 哈哈 芒菜博就是这个我们中国妹妹 啊真的吗 你长得大气 哈哈哈 说话也很中国领导吧 哈哈哈 古灵精怪的林佳女孩 白发造型 真是 是 10 5 6 5 6 6 6 我看的那个年代是那个年代 千禧风 甜妹的舞台总是会让人觉得很开心 审美不错 我对他们的选歌表示认可 你看她是 其实这个妹妹跳舞跳得挺好 你还在关心跳舞吗 我都关心 黑她 整个妹妹漂亮 还好看啊 这样乖 好了 赛克你让我嫉妒 就是那个男娃娃右边的那个 蓝色蝴蝶结巴 她是属于那种 低眼看过去你会觉得就很凌驾 又有点怪有个故事 综合表现力非常好 然后还有一个 这个地方挂了两处粉毛的那个妹妹 粉色帽子 好好看 还有那个白帽儿 我说这一嘴一出来 你感觉你们完全就去看脸去了 你胡说 换一嘴出来的时候我也看脸 我跟你讲 我们所形容的乖这一个词 不仅仅是我们在外形上的一种考量 而是由内到外所散发出来的气质 魅力 真的她这个感觉真的是有一点东方神奇优秀歌叫气球 那里面的造成 真的是那感觉如果屏幕前的小伙伴你们看过东方神奇气球的视频的话 就这个感觉我就好喜欢我喜欢这种感觉 很欢快 然后这种千玺风开开心心的 装造挺好看的 好质量好高 我跟你说我们说的你有点混血的没有让我想起了SOMI 真的她一出来我就SOMI 对那个混血妹妹我真的被牵到了 那你知道最左边她妹妹吗 有什么粉色衣服的那个吗 她也很好看 她好乖 她叫欧阳弟弟 这个妹妹 这个妹妹叫欧阳弟弟 欧阳娜娜娜的妹妹是不是 对 真的是 她是欧阳娜娜的妹妹 是娜娜的妹妹 是娜娜的妹 什么你别乱喊 你搞得好像跟她很熟的样子 弟弟不错 你真是哪里不熟了吧 对 喜欢 拉高了我对后面要期待的 而且迈克的出现 其实她是融入到整个舞台当中 她没有很突兀的说去抢走选手们的一个风头的感觉 她整个合作舞台觉得很好 而且这一组整体的她是没有所谓的就是说非常突兀拖后腿的选手在里面的 我感觉最好在我脑当中 他们其实整个舞台呈现都是做得非常好 是 男娃娃旁边的那个女娃娃她跳舞还蛮好的 但是你们就是我感觉你们吵得来完全就没有去听她们怎么唱 或者什么 她不是没唱吗 激动了 无言以对 她们唱了 没有完全唱 但是的确有看过节目的小伙伴可以跟我科普一下 不是真的听不出来就是开麦没有 所以这种情况下就没法去判断唱功啊什么的 不重要 不关键 当这几位妹妹出现在我视野当中 只要她们不是赛班就无所谓 赛班 赛班 其实讲真啊 类似的选秀节目它只要没有全开麦 对于观众来说意不大 就比如说刚才我自己的体感就是我压根就没想过他们真的在唱 对我们来说不重要 因为我们也不会去投票 对 咱们看下一首 我这舞台放第一个放得好 我一下就嗨了 高高兴兴快快乐乐 下一首 主演嘉宾是罗杰夫 这首歌你们没听过 那就是导师自己的歌 罗杰夫自己的歌 对性感风的一首舞台 哇 好 猥琐了 哇 看 黑被子 紫色回忆们 陈宽老师 哈哈哈哈 不行 不行 我冲不齐了 哈哈 我的妈呀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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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两个妹妹 那个红发妹妹好好看 这个妹妹 这个发好看 这个妹妹 还好小 她年纪很小看起来 对我发不选色的对吧 我都忘了 哇 讨厌这个滤镜哈 好美啊 哇哦 这个有点像我在泰国旅游看的 哈哈哈哈 不能说不能说 舞蹈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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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比较好看 他的声音是 这一次还蛮特别的 这主音都这么低了吧 我觉得这个这个 很有特点的 所以我收到泰国的歌 是不是都是这个样子 干嘛 是什么 沙场抽点兵吗 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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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 就是 闻过这个 性感舞台 我感觉 给我感觉一种说不出来的奇怪 对不对 马上说不出来 舞台奇怪吗 说不出来一种感觉 这个 哦呦 这个妹妹其实还可以 中间那个 可以做唱歌 挂领带 挂领带C位面 对 嗯 就是这个互动的面 当时还带 类似 他们唱泰语 你现在才可以出来吧 我刚才在说一下 哦呦 你看这个舞台 看这个导师做不住了 这个妹妹好好看 殷预都好小 好小我感觉年轻的好小 这个妹妹也是好乖哦 我这个你看她的她那个笑容 停在这里 不可以不太可以我建议换个导师 我的意思是如果说这个舞台本身是一个女导师的话 可能在编排上会有一些不同 而给人的体感上面也会有一些 如果是女导师的话就哥可能就会换 因为他用的是罗杰夫的哥 因为这样子的我觉得性感舞台 其实可以表现女性不同的美 很性感方面的美 但是这个你懂我想说的感觉 就是不是说他们是真的想要这样去表现 所谓的性感 它是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一种气质 首先接触明明它是 第一个还是年纪太轻了 年纪太轻了 不属于他们这个年纪的那种气质 它可能很难表现得出来 这是第一个 第二是在内容的设计上面 是这样的 我终于知道我为什么觉得奇怪的点了 刚才我有一个点 比如说罗杰夫一个一个这个动作 包括他们有一个在椅子上跳的那个动作 我说有点像我在泰国旅游看过的模式表演 这种感觉是就是你们咋咋一眼 懂我的意思吗 你们要是就咋咋一眼 就有一种说不上来的奇怪感 比如说那个最右边的那个妹妹 小胆头发那个妹妹 其实跳舞 还行 还可以 因为他第一个起来跳 对 你才觉得他跳舞可以 但我看着看着都已经忘了 他们其实是年纪比较小的妹妹了 我都忘了这次了 可能确实有点不太适合 我不可以 而且最后你看这个ending pose 就是众心捧月 今晚上罗公自买单 如果是男生都觉得不可以的话 我估计放在女性观众角度来说 可能这个点可能会更不适 更不可以 这应该是编舞 编的编不好 我觉得可以有跟男嘉宾合作性感舞台 但是这个走着方向 天呐 因为我们说话叫做冤了 那种势均力敌一点就好 对 这有点羡媚的感觉 所以我就说有些奇怪感 明明你导师合作舞台 导师是来帮他们的 所以我刚才为什么说麦克那个舞台融合的很好 不突兀 这个就纯粹就是六个女生为了这一个男生服务的舞台 有没有 就这种感觉 像伴舞一样 就在舞台里面 会有 不过我还是要支持这个红发妹妹 我蛮喜欢前面的一个非常直 但是有这个黑色长度的妹妹是不是 她肯定是 中国妹妹长得大扎贵修 这个气质的分套 我好喜欢那个红发妹妹和那个左边第二排那个妹妹 我说年纪比较看上去比较少 对好乖 然后其他每个舞台都有MVP 对这个舞台的MVP是谁呢 是罗杰夫 哈哈哈哈 还是没有 我觉得那个挑感的那个红色那个 从舞台分发来说确实是这个 就是他互动更多的那个妹妹 毕竟有一个礼遇打挺的那些环节 哈哈哈哈 我也比较去执行那对不对啊 那个叫王柯他其实他是这个 王柯 TD48 哎对我们看过这个 当时他就是我们中国的 你说的名字 阿柯 那我爱送她的心 阿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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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MVP就是那个红色挑染妹妹 就是跳染妹妹 是是是他跳舞跳横 好 然后我也是为了带你们看我才看到 然后记住了一些妹妹 但是有些名字我真的读不来 我明白 不要泰国妹妹啊 越南妹妹名确实不好读 对对对 好 我们现在第三个说入法打可爱 啊 啊 这首歌是不是有听过 是那个 那个创造仪 创造仪 您拖案是不是 哎对他对他对他 好像就是他们的 创造仪的歌吧 诶 腾讯说这个歌我们买了三年的版车 哈哈哈 赶紧用 然后你看看这一切会把它改成 什么样子 台语 嘉宾王子齐 王子齐 呼 中国的一个演员演过《御刺小舞座》 哦 我知道 我觉得这个剧好熟呢 还可以这个剧 大哥 钢琴啊 嗯 啊 这个干嘛啊 这弹琴 这个弹琴这个 诶 诶 诶 体实感 诶 你分比如为什么把一个 en车这么闭 诶 诶 我就觉得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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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合适点 帅哥你也犯油了 犯官了 你知道吗 诶 我就有点像 哦 看他们这个 接穆感觉 滤青还是没有 对对对 什么还是就是没有 这是泰国女孩吧 对 总有点 因为一看就是泰剧女主的那个长相 这一组泰国妹妹有点多啊 我好像吐槽啊 我想问一下做的那几位是和声吗 我天哪 不行 我们要坚持吗 好我坚持一下 我们是专业的 我们要把它听完 原版不是这样的 原版真的不是这样的 原版有没有这么多样的啊 好 哈哈哈哈 这个好一点 好一点 好僵硬啊 好僵硬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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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不是很好 我现在不是很好 我真的不是很好 我有点想快点结束这个舞台 不会吧妹妹 你看的还蛮感动的啊 你哭什么了啊妹妹 是不是泰国 哭什么了 对泰国大家都觉得 嗯 哦 明镜好小啊看着 嗯 哇 他们真的是一点滤镜都不加 嗯 哇 他们真的是一点滤镜都不加 哇 哇 哇 什么 哦天哪 终于结束了 他们把一个wocal舞台 成功的唱成了泰剧 OSTC长一集 一个组唱 四个和声 的这种感觉 我听的真的是好难受啊 没有必要 加那个情节 是不是汉语太难了 他们学汉语真的太难了 所以他们唱的时候 就故意把声音压得很低很低 这个低跟绝唱就是两回事 我觉得好难受啊 两回事 这编剧挺失败的 感觉没有编 直接乘一个0.5倍速 不如不编 现在就是你定格的这个画面啊 像不像结婚现场伴娘 伴娘套 新郎新娘那一战 是不是这种感觉 新郎新娘出来了 然后新娘开始唱歌了 伴娘也开始了对吧 伴娘开始和声了 然后新娘开始走流程了 这个不太好 我是觉得 第一个舞台真的是拉高了 唱的方面来说 唱的方面来说 我只有右边这个妹妹 我一个都没有听不出来 我一个因为高音 我听不出来是谁的 高音就是右边这个妹妹 如果弹幕可以说一下我高音是谁 如果真的是右边这个的话 我就只有那个高音来可以 听不出来好坏 我只能理解我就是坏 因为我听得不舒服啊 就是你从任何一个方向来听的话 都觉得不好听 我觉得从编排编制和声 和声设计也有问题 就是这和声设计 他几个人的声音融在一起了 我听不出来谁是谁 改的太垃圾了 最好笑的 好多时候他们在唱的时候 明明这个人在唱的时候 给你买个大圈子 我他妈知道是谁在唱 听起来很乱 哪怕你退万不讲 就背后的几个妹妹 真的是单纯的和声 你也听不到他们所和声 所带来的层次 不会为你原本在独唱的 那个人去加分 就是一个二来一个大白嗓 唱高一点的时候就听着 舒适区 在他们的舒适区 算了算了这个舞台 因为我虽然没有全部追这个节目 但我觉得我看的是这三公里的一个 算是纯Walker舞台的话 我应该都是选的一些 唱的还不错的了 但是完全没看出来 没听出来 听不出来 你满弹幕都知道王老师是一个吃什么的人 吃屎 吃屎 这一个舞台的MVP就是那个八镜 就是那个 肉肉脸 对很可爱很可爱很可爱 就是高音也是他 可惜了可惜了 第四个舞台 Light Ride 助演嘉宾是Win 是一个泰国的顶牛栏演员 哇哦 这个歌就很泰国 这前作一出来就很泰国 大梯啊 OST的感觉 泰剧 OST 出不来了 你以后才进去了 他声音好听 好点啊 哎呦 哦没唱 耶耶耶有有有有有 太近了 好好看哦 好漂亮哇 好漂亮哦 哦 这有点混血的感觉 不知道为什么 是有点混血感 有点混血感 这个妹妹一看就是很能跳的 而且他就是应该这个是泰国的校服的那种感觉的衣服吧 可能 太短了吧 太短了吧 他们不易弄短的嘛 但实际上这种设计应该是 哦后面那个VB 啊即使他是虚化 我都觉得他好漂亮 是吗 那个你说那个腰 果然我就觉得他很不错 哦哦哦哦哦哦哦 可以 我眼中只有后面那个 中和水平不错这个 最左边的那个妹妹 哇好甜好甜 真的好甜啊 这个妹妹我蛮喜欢的 张跳在哪 我还是很喜欢她 我很喜欢她 这应该是中国妹妹的 这个很青春真的很青春这个 太青春了 还蛮小的很活 元气活力的 呵呵 好甜啊这个妹妹真的好甜啊 诶他还蛮会跳诶 这个妹妹 这韩国妹妹是吧 是 哦我一眼皮肯 这个妹妹我一眼皮肯 等完 我蛮喜欢这个活力的 走了转身离开这个 哇好高哦 是这个男娃娃本性也不高 还是说那个女娃娃真的很高 是那个女娃娃很高 OK 哦好看 好看 好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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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活力活力 好看 大漂亮 大漂亮 好看好 最后这个就是有两侣这个 他是真的我注意到 这组里面唱跳综合实力是最好的一个 真的蛮厉害 秀了一嗓子嘛 最喜欢是什么 这一组最后你会发现 跟男导师合作的舞台的这种尺寸 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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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挺好看的 后面黄头发那个妹妹 我很喜欢那个 就蹲在地上最左边的那个妹妹 就是唱跳 她那个转音 目前说这组她确实是秀的部分是最多的 所以这个大波浪镜头真的那么多 但是我真的好喜欢 真的是神美她一样 我跟你说看了那么多选秀 真的让杜哥激动成这样的再投一个 我真的好吃她的眼 确定吗 以前不是爱之干吗 对 神经病啊 死去的记忆在跟机 除了杜哥乘凤的心终于被打开了 我是觉得她除了好看还有一点点小帅气的感觉 有一点 我感觉她更适合当那种模特的感觉 应该实际是个搞笑女 真的吗 我更喜欢了 这组的MVP呢 我们就可能是那个吧 就是我说的 不是蹲下那个妹妹就是旁边 没关系 不是蹲着的就是站着的 就是那个靠肩的那个妹妹 我觉得几率蛮大的 反正我有我自己的MVP 我们在YFT4 搭尖那个可能选我觉得 就是前排那个秀了一场歌 我就说嘛 大概的女士排 她很突出 什么能力上来说 能力上来说 喜欢 她说耶 那个名字就许得好 如果说有中文名字的话 把那个妹妹的名字 观众给我提示一下 搭在公屏上 埋成最后一个舞台 OK 是和哪位导师合作的呢 夜行者 原唱TUN 就是TUN 这首歌是看也是今年二月份 他的一个新歌 新歌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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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待一整个跳舞 那这一组的舞台 天哪 很加分吧 这一组的舞蹈动作会不会很累 夜行者 来我给你 我差点我黄眼间以为看到了另外一个人 你们有这个流程 面别 whisk 那么武 1600 Such fantastic 我很缺少 合适的 他最性的动作将次 哦 手是绑起来了 政法 那你代表 emergency 对 我 告 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发声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镜头切的有点光 开场的时候妹妹没有跟上 这有佳劲 可以哦 这几个大动作蛮干脆的 我觉得眼神不错 看什么时候出来了 闪现 夜行者吧 好高啊 他脱衣服 他要开大哦 我还觉得这个妹妹目前来说我个人觉得蛮强的 你说就中间这个对位这个蛮强的 我都觉得还可以 整体我就觉得还可以 你想想他们跳的是一个很坑的本身那个歌曲 我觉得整体歌还可以 稍微有点点多 等一会再说 等一会再说 这也是太长了 哦原来就是我这哦原来他这个动作是这个点子的 我这身体一层 但是我说这个一定是褒异的啊 喷老师在跳舞的时候看起来性别越来越模糊 哇 迷迷 哇哦 我的妈呀 这褒异的这褒异的 哇他好好看呢 哇 超导师 超导师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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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叹的舞又难 辛苦舞为妹妹了 进入佳境其实感觉还好 尤其中间那个妹妹跳的还蛮不错的 说实话 在跳出来之前 他们有很多起舞的动作 我觉得真还可以 力量啊什么的那些都是不错的 但是跳出来以后 他一旦把外套一脱开始开大 对你会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 哦原来这个动作是这个样子 哈哈哈他原来就应该是这种感觉 会有一点会有一点 但是已经很不错了 是导师太强 是导师太强 导师太强 而且刚才我说那个就 吞在跳舞的时候 性别越来越模糊 是你会在看他跳舞的时候 沉浸于他所表现的肢体美 而忽略掉所谓的性别带来的那种反差感 以上仅代表王老师个人关注 请关注完了再来骂我 MVP是不是高马尾的那个 不是啊 那个也还可以 他应该是那个贴了一条的那个 不是啊 那是谁 是谁啊 他说本场MVP是 是太强 哈哈哈哈 哈哈哈 OK Respite 看来是训练他们训练的很严格 然后妹妹们练习的也非常的努力 努力 效果真还可以 还可以 而且我觉得因为这个镜头还加了一些效果嘛 所以他说对最开始切都有点乱 其实是会把大家的那个力量感给削弱 对 切掉了 所以选择节目都会有直拍呀 哦 MVP 这左边那边 你看嘛这左边那边 他的风格也看起来会很欧美的那种感觉 感觉会很会rap 他很能go crash 他是学街舞的 然后我看过他的舞台 后面那段他说对着 dance work的那段特别穿的 为什么我要说这个呢 因为他是MVP当中的MVP 哦 MVPP MVPP 你这个这个 三公的五个舞台都看完了 嗯 最喜欢哪一组 那还记得吗 最不喜欢你应该是结婚现场 哈哈哈哈 我本来以为我会对那个我们说不可以的那个舞台 他已经就是给他拍一个末尾 这有总有人过来刷戏一下 哈哈 就是最佳舞台可能还会有争议 这最佳舞台一地质 全场统一 那最喜欢的 我选第一个吧 我也是 他也是天下第一 我选元气的那个呀 就是那个泰国顶流的那个 其实我还蛮喜欢夜行者的 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 力量的 对因为你就是个富贵容 那个切的真的太 切的不好 切的真的看不出来 灯光配合的也不好 所以把他们很多舞蹈都给吃掉了 我们根本看不到 所以也不是我们眼光不行 目光不如矩 我们纯粹是瞎了 哈哈哈哈 而且也看得出来 也没钱做什么舞美 对呀 这个是真看得出来 反正我们也没看过初舞台 一攻二攻 都没看直接看三攻 然后我是觉得 虽然没有关注 但是以我们看过这么多选秀的 经验来说 他最终一定会有几个被选出来成团的 反正 哈哈哈哈哈哈 我一直在等 我一直在等 你说我在等什么吗 哈哈 我真的不敢顺着你线高 居然还在被你骗 哈哈哈哈 其实有些选手可能在三攻这个舞台不太突出 但是在前面一攻二攻出还是手上 对对对 所以我们看的还是不够多嘛 但是在仅有的五个舞台里面 让我记住了这个制作组真的是不太新 不太新 哈哈哈 真的是不太新 应该下次就是第三转排名之后就决赛了 哦 他们是谁呀 潮一 潮一鱼 C位应该是比较稳的 蓝色蝴蝶结 哦 那个妹妹 王柯 第二个就是最后一个舞台的那个刚才我一面 哦 那个粉红币的那个那个妹儿来 欧阳弟弟吧 哦对弟弟 这一次不再出他位 那下一次可能会在吗 所以第七名那个Emma 我说你不太注意得到 她是中国妹妹 年纪蛮小的 她是在第一个舞台 她跳舞很好的 有个毛的白色手套 最后最开始 是她是她 哦 是妈 战斗角色有没有空看 我们就有顾计 顾计的 再说吧 随缘 如果一键三连破三万的话 我们倒是可以 我们在国内看这个节目的还没有三万 哈哈哈哈 那倒也是 那倒也是 大家多点点赞 投投币 万一就数据好一点的话 我们就 加油 加油 希望更多的中国妹妹有机会 好 那今天这一期节目就看着你 记得一键三连 拜拜 拜拜 还是这么没有默契